慢性鼻炎吃什么药? 徐大道,耳鼻咽喉头菌外科,副主任医师 慢性鼻炎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个疾病 慢性鼻炎的发病率非常之高 那么可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有慢性鼻炎 那么慢性鼻炎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事 而不是说我治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尽量的要避免感冒 避免环境的这些尘埃,还有毒性的刺激 比如说我们在环境中的药水,化工厂这些刺激 首先是要避免这些刺激的存在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再采取药物资料 资料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口服的药物的资料 另外一个方向鼻腔的喷剂 还有保护鼻黏膜的药物的资料 同时我们在鼻炎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尽量要减少感冒 每一次感冒它都会对你的鼻炎会进行加重 所以说还要增强自己的体质 加强锻炼 来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 尽量不感冒 这样的话对鼻炎的治疗也是非常有益的 常用的药物 比如说千百鼻炎片啊 鼻炎软胶囊啊 相绝颗粒等等 这一代的鼻部的这个口服药物 那么鼻炎的治疗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具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喷剂那有很多种 如果说你这个鼻炎不是那种很明确的过敏啊因素的话 通常我们建议还是用喷生理海水 那么这种没有什么副作用 效果也很好 那么也可以长期喷 如果平常的慢性鼻炎有了激性的感染 那么就必须采取激性的治疗 专家提示 一 慢性鼻炎的治疗是长期的事 尽量的要避免感冒 二 治疗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口服药物治疗 另外一个是鼻腔的喷剂 三 还要增强自己的体质 加强锻炼 提高免疫能力